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鞋黄的篮球世界 带你每天了解最新最有趣的NBA世界 他来了他来了 胡人媒体日终于来了 洛杉矶胡人西洋红紫金战队集结完毕 胡人猪将在媒体日可算是大展雄风 按理说普通NBA球队就那么两三个热点人物 记者们也大都围着这两三个人转 这采访就算完事了 然而洛杉矶的情况完全不同 记者朋友们带着相机刚进训练馆 正欲直奔詹姆斯的所在地 突然发现这队居然有六个名人堂球员 好家伙啊 好家伙 很多小球队队史几十年加起来都凑不出六个名人堂 胡人居然一支球队就给你包园了 唯一遗憾的是 哥几个年龄都不小了 倘若全巅峰那妥妥的宇宙胡 现在嘛 只能算是豪华养老院 二八梅 三二龟 三五祸 三五龙 三六瞻 三七瓜 当然 年轻有年轻的好处 老头有老头的风骚 比方说他们不仅能打 还特别能整活 是如初始快船一年的龙之岛 前一秒还在激昂演讲 下一秒听说瞻眉特别想念他 居然抹起了眼泪 那感动的神情仿佛要肃尽想念的中长 这眼镜要不是龙之岛抹了半天都抹不出一滴眼泪 我还真就信了 而另一边 胡人队的老大哥詹姆斯 今天也是穿上了六号战袍 身体状态看起来还是那么好 谈到球队休赛期的运转 詹姆斯表示 我对我们今年准备的东西超级兴奋 我看到了一些说我们阵容老化的笑话 我真的笑了 其中一些梗非常有趣 接着詹姆斯谈到了自己的现任威少 自从我们得到威少之后 我和他非常亲密 他非常有激情 非常热衷于训练 我们需要威少去做威少 我们不需要他做任何的改变 他会在我们的体系里感到很舒服 同样的 记者们除了问一些对于新赛季的看法 以及准备之类的话题之外 胡人也没有避开被问到 关于新冠疫苗接种的情况 大多数球队核心成员也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胡人前锋勒布朗詹姆斯和安东尼·戴维斯 纷纷表示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 不过詹姆斯表示 他只代表他个人和家庭以及球队 他在其他人对自己身体做什么事情方面 不会有任何问题 而戴维斯则是表示 他认为胡人全队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这没有什么好困惑的 这也是对球队 家人以及社区健康 最好也是很容易的一个决定 胡人主教练弗兰克·沃格尔 则是非常自豪地表示 他对于胡人全队都接种了疫苗 非常开心 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个麻烦的问题 所有人在赛季开始前 就一项大事达成一致 有利于球队的磨合和团结 胡人中锋德怀特·霍华德是其中极少数 不愿意谈论疫苗接种话题的球员 虽然他已经接种了疫苗 但是霍华德似乎是看到了 此前其他球队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 他效仿了其中一些球员的行为 决定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我想要保密 霍华德接受采访时说到 他接着表示我有很多观点 但我不想在摄像头前说出来 霍华德拒绝透露他是否已经接种 他表示 我觉得一个人接种了什么疫苗 跟其他人无关 霍华德的表态引起了外界的诸多热议 而沃格尔此前已经名牌了 这代表着霍华德也已经接种了疫苗 那他拒绝接受采访无疑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他已经接受了疫苗的注射 并且是非常自愿乐意的 但是他认为他对于所有人都应该疫苗接种的看法 不应该在摄像头面前表达出来 以免引起一些争议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甚至是口水障 第二种则是霍华德并不想接受疫苗的接种 他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在生涯进入末期之前 霍华德甚至都没有纹身 但是出于球队方面的考虑 他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持一致 为了球队做出个人信念上的牺牲 同时也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为了球队的团结和利益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霍华德选择接受疫苗的注射 这就跟荆州勇士前锋安德鲁维金斯 布鲁克林拦网后卫凯里欧文 以及华盛顿奇才后卫布拉德利比尔 形成了鲜明对比 霍华德此举也引起了诸多好评 虽然他表面仍然是大大咧咧的 但是霍华德的确成长了 他在大是大非上拎得清 而对疫苗接种闭口不谈 也是对其他球员的尊重 他只需要对胡人对自己的队友和家人负责就够了 朗网后卫凯里欧文和勇士前锋安德鲁维金斯 拒绝接种疫苗的事情 在近期闹得沸沸扬扬 此前布拉德利比尔也透露自己没有接种疫苗 并且表示这是个人自由的问题 太阳后卫德文布克更是在个人直播中表示 他已经感染新冠病毒一周多的时间了 在此期间他失去了味觉和嗅觉 不过他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复出 不过比起蓝网和勇士所在地区 纽约和旧金山的硬性规定 比尔和布克即便没有接种疫苗 也不影响他们新赛季的比赛 华盛顿和凤凰城并没有相关规定 只要他们检测成阴性就有资格参加比赛 不少胡人球迷感叹 还好欧文和詹姆斯分开得早 不然詹姆斯不仅现在还会遇到球队的一些麻烦 甚至2019到2020赛季复赛阶段 他都得不到一些队友的支持和帮助 而胡人所在的洛杉矶 目前还没有关于注射新冠疫苗 才能进入室内活动的相关政策 不过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胡人依旧全队接受了疫苗的注射 这首先就是对球队的团队有很大的帮助 所有人在第一件大事上就达成了一致 而胡人新赛季的争冠最大对手 同时也是联盟的争冠最大热门 布鲁克林篮网 他们需要在10月中旬前解决欧文的问题 否则他们在赛季初就将面临缺少欧文的窘境 另外今天一早 邪黄听说胡人队又千人了 这人名叫特雷弗林奎因 身高1米98是个得分后卫 看这小伙子不仅让邪黄想到了那个男人 也有人说洛杉矶有一个king了 还差一个queen 这不就来了吗 在今年的夏季联赛中 奎因为胡人出场比赛 他场均可以得到13.2分2.0抢断 同时他的三分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54% 胡人在此前就被爆出 有意签下一名风险摇摆人 在签下了拉减龙多和安德安列乔丹之后 胡人的空位和中锋位置已经趋于宝盒 他们曾准备给詹姆斯恩尼斯一个试训的机会 不过胡人最终还是决定 跟今年落选秀奥斯汀里弗斯签下一份两年合同 后者在球队前锋勒布朗詹姆斯举办的 为期三天的迷你训练营中 表现惊艳了所有人 胡人也将他的双向合同转正 如今在和奎因签下训练营合同 也算是弥补了球队封线上的空缺 从夏季联赛的数据来看 奎因是挺能打的 能隔扣能防守能突破能投三分 但不论他在夏联多能打 也改变不了胡人队内已经有八名后卫的事实 再拉来一个凑两桌麻将都能有富裕 因此虽说奎因还未入队 但邪黄已经可以断定 他的未来要先从发展联盟打起了 另外ESPN记者David McMannamane在推特中透露 胡人后卫球员肯德里克·纳恩 已经与Kalooch Sports经济公司签约 纳恩的队友勒布朗詹姆斯 以及安东尼·戴维斯 都是Kalooch Sports经济公司旗下的球员 而詹姆斯更是这家经济公司的股东 詹姆斯有个传统 他不论去哪支球队 他的经济公司都会签下一些该球队的球员 从回归骑士开始 签下了J.R.史密斯 以及特里斯坦·汤普森等人 加盟胡人初期又签下了朗佐豹尔等优质球员 如今签下肯德里克·纳恩 这些球员无一例外都在詹姆斯身边打出了超过身价的表现 并且因此在合同结束之后再度签下了一份更大的合同 纳恩同样希望自己能够发光发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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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